到寶山友不甩207万罚款神隐 讽刺 包地也是消防员 就那一下经过两发现独拍登山科夜深井 还陪在大帐篷旁度过一晚 事后夜的女儿转述爸爸说法 起床后没看到人 会想起来还是一肚子气 就我的当时的情绪是 当然听到这个时间当然会很生气 只有我跟你接触到的 其他的人都没有 当下你不见的时候 我是冲下去找的 你的女儿会讲这句话 真的让我很伤心 本次的收救你的一些费用 有必要跟你申请 跟你收起 一申请招财罚207万 前任道下方队道歉 但戴帽戴口罩 遮遮掩掩 被气氛的意下硬扯下 夜被骑离在台店服务20多年 事发至今人为上班 宛如神隐 这个申请有上班吗 他请到什么时候知道吗 不清楚啊 你问账号的啊 账号的 那未来因为他说他要受伤 所以他继续要请假 我现在还要收起准备 我都没有统计 但是他会请到月28号 未来会成统吗 这个要回去以后 因为有组织里面会有会议 我们再讨论看看 苹果记者中访夜宅 帮忙提醒 中间中心 張華南投連線報導